在我身邊是方專方醫生 關天堂醫生 這個癌症系列其實是挺heavy的 說起來好像不太開心的症狀 但我覺得我們也要有這樣的系列 讓大家在這裡面對 讓大家清楚如何應付萬一有一個不幸 我們有很多專科醫生可以給大家很多專業意見 今天我們會說的是直腸腫瘤 其實直腸腫瘤即是腸癌? 算不算是一種?還是兩種? 其實我都知道你們的癌症系列比較重 所以我想要轉一轉的風格 不如不只是說病 不如說說手術或治療的趨勢 甚至我們想說一些夢想 如何令病人實現 這些就好 大家可以說很多 起碼讓大家可以喜好一點 好啊好啊 好似說直腸癌的病人一聽到 通常第一件事 很多時候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些病人未必覺得是否醫不醫得好 這些其實很直接的 但有很多時候都聽過說直腸癌做手術 要掛袋的人工做口 很影響形象 變得這個其實差不多是第一 第一個問題 病人會很擔心 我盡量不想背袋 一聽見直腸手術背袋 等於背袋 變成人們會很抗拒 甚至是想逃避這件事 所以變成我們很看待這個 希望 如果可以不用這些創傷性大的手術 希望可以減輕少許傷口 單恐 甚至上沒有傷口的手術 這件事就變得很吸引 但如果你現在這樣說 你說希望 現在是做到的 其實是做到的 所以我們今天上來講解這件事 即是說如果今天還有病人 大家來試問 我不想有一個袋子 現在就不用了 你會很信心地跟他講 當然要看每一個病人不同 我們盡量選擇一個最少創傷性的病 所以今天我想講的手術 就叫做Transanal Endoscopic Surgery 應該叫做通過肛門來做的離創手術 這件事其實不是新事物 其實是40年前已經出現了 當時的名稱Transanal Endoscopic Microsurgery 即是多過26個英文字幕 我聽你這句說話 因為是很複雜的 我相信會有字幕 會會會會會會 但是 是呀 毒都 Granado 是呀是呀 而世分還有很多類似手術的 那我就希望可以慢慢說 然後給那些聽眾聽聽聽 看看是什麼來的 是的 雖然是40年前 是的 但是又好像大家都仍然覺得要掛袋 不是這個是40年前的方法 令到大家不用掛袋 但是沒有什麼人採用到 為什麼呢 第一 超级难做 因为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把仪器放在直腸里面 通过肛盆做手术 那个空间太小 变成我们操作的空间难 就变成外科医生也不容易 掌握到这个技术 举手问发明 你刚才这么说 这个通过transferative 算不算是大手术 40年前到现在 其实是一个大手术 但我们希望把这个复杂的手术 简单化 现在正在做 做到的 做到的 绝对做到的 但是我们跟过这40年 有什么改进呢 就是将这些这么复杂 首先先说一下 为什么没有人采用呢 第一 难做 不是那么多医生可以掌握到这个技术 第二 那套仪器很贵 因为你这么复杂的东西 你要设定这个仪器 40年前都在说八万美金 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 那你说一套手术 放在一间医院里 那你要看看应用多不多 如果你真的天天做也划算 不是的 偶尽做一下 哇 都难投资到这件事 对不对 还有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以前我们的大厂西茶 没有那么普遍 那变成了 那些病人来到 都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变成了就不太适合做这个手术 已经不能做这个手术 不能做了 所以变成了 就不是流行起来 就是这么说 为什么近年会比较好一点呢 第一 我们将这个仪器有所改良 而中间的过程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发展了一件事 叫做单孔微创手术 可能大家都听过 什么叫微创手术 一听微创手术 哎呀 正东西 其实的分别就是 微创手术其实我们做的事是一样 只不过我们进入手术的范围 那个创伤会比较小一点 是的 而单孔 其实就是一个洞 是的 变成了手术的仪器要求是高的 技术也要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多了机会 练习这个手术 变成了多多医生可以有这个技巧 再加上仪器的进步 变成本也降低了很多 而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我们近年的西茶 令到我们发现了很多 比较初期的直掌额 变成了这个绝对适合做了 那我想问一下 你说初期就可以适合做了 即是这个trans26个英文字幕的 还没读读 这个叫做肛门微创手术 可以这样说吗 是针对一些刚刚发生 查到的一些直腸出现肿瘤的问题 是 对不对 而大家再试 如果再后期一点 就可能用不了了 就要用另外一些传统的方法 可不可以这样说 让我读多一次最新的 其实 现在去发展到这个 我们最新的采用 这个手术叫做 Transan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这个手术其实是一个手术的方法 我们不是说只是做直掌癌的 甚至上有其他类癌 良性的直掌肿瘤 都可以用到这个方法 所以这只是一个方法 而不是说只是针对直掌癌 而主要你说 如果是后期一点的肿瘤 那怎么办呢 其实一来我们比较上是倾向做 一个前期的化疗和电疗 令到肿瘤缩细 甚至上去到有一部分的病人 因为他的反应实太好 整个肿瘤消失了 有时有些肿瘤科医生就会觉得 我都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消失了 他说照过MRI或者影像出来好像消失了 我想拿一些组织去化验 但是在直掌那里 那我们怎样做呢 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拿一部分 好处就是完全没有伤口 其实我们说十几二十年前 我们外父都有一个趋势 就是说我们想做一些自然孔道的手术 例如什么呢 经过口腔、肛门、阴道等地方 来进入身体要做手术的地方 那希望呢 搞到没有伤口 没有伤口 亦都令到伤口有关系的病发症 例如那些散气、细菌感染、巴痕 完全消失 这一样东西是我们的梦想 很想令到病人没有了这些问题 但是同时间我可以达到我们想做的事情 即是说拿走了那个发病的原因 那这件事是看来是做到的 是绝对有前景的 照抢镜为经过口腔 是的 其实照抢镜或者围镜这些 其实都是其中一种做这些自然孔道的手术 那当然是另一方面 在这个内规镜的手术也发展得很好 我们可以利用内规镜 甚至可能你最近也听过 用内规镜的机下人手术 都可以用到这些东西 但是始终因为内规镜 那个机下人手术的限制比较大 即活动的空间更少 你可以想象到一条管 还要放这么多仪器 始终有一个困难 而去到我们这个经过口腔做这个微創手术 比较上操作的空间会大些 令到我们做出来的效果 我们什么叫效果呢 例如我们的病 我们清除了那个病 整个标本的完整度 我们减少复发的机会 甚至上我们可以看到病发症 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少很多 所以这个如果是在直抢的范围 这个手术是绝对有这个优势 其实是否因为科技发达 将40年前的一路改进进化 今天的病人是投意一个信任票 即是他们愿意去做这个手术 因为我不知道之前会不会是大手术 即是会害怕的 现在是否大家都开始肯接受到这个 即是你提供一个选择给他们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 因为这个口手术的名字 毒也很变成 令到一些人比较难了解到 这个手术究竟是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是需要给大众了解到 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个东西 而给多一个选择给他们 对了 就比有些是比较 一开始就去到比较上是大型的手术 複杂的手术 直抢手术 而行家都知道 直抢手术是一个超大型的手术 而很多时候我都会做一个 永久或者暂时性的做口 令到病人有很大的心理负担 其实你那个英文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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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简单中文的解释 演绎就是肛门微创手术 是的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通过肛门去到直抢而做的微创手术 那这个 我想问这个通过肛门去做微创的手术 近年是因为新科技 于是大家可以采用 而直抢癌应该是第一个范畴是用的 因为你说其实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那是否接下来 你会看到未来 未来这个肛门 微创手术做法 其实将会是一个很普遍的做法 其实 根本就是我们这个手术 是很多个里程碑 刚才我说的40年前 刚刚弹生这件事 去到大概2010年 因为是一个单孔的微创手术 令到这个操作 令到大家比较熟练了 其实就变得多了很多 可以用到这个手术 再加上近年 因为刚才我说 在西茶方面多了 变得很多病是适合做到这个手术 而只不过因为大家 不太了解这个方法 所以没有想过 原来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 其实我们看到不单止是直腸癌 直腸癌的前期 大家都知道是由西茶 变得出来的食欲 良性食欲 如果我们不管它 可以变成一个腸癌 而良性食欲 如果一个范围很大 亦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 以前的 甚至上 又是用最传统的直腸手术 就是要超大型手术 要做一个暂时性质的做口 这些都是一个方法 我们就是希望不需要做了 我们希望采用这种方法 就可以避免做这些创伤性大的手术 以你专业的创伤性大约 大概在多久 就可以全面是这样 就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要通过肛门 所以我们去到的距离不能太远 通常我们说是15cm 就是15公分 由肛门去到那里 但刚好 这15cm 就是由超大型的直腸手术 变成一些没有那么大型的大肠手术 所以变成如果我们可以多些采用这种方法 就可以减少了 不需要每次都要想是一个超大型的手术 所以我将来超大型的手术 应该会逐步减少 以你的经验 有没有肛门 不行 有没有抗拒 其实不抗拒 因为他们的做法 差不多好像做了一个大肠镜 大肠镜 因为他好像有一个麻醉 做完醒发 没有伤口 变成他们根本是有做过的 都不知道 给了钱 当然我们会给一些东西看 我们有报告 什么都有 这件事是一个好处 变成完全没有伤口 挺吸引的 对他们来说 就算你微脏手术肚 你也有个伤口 他们也会知道 始终有点痛苦 其实今天也挺舒服 在整件事上 我们知道 大家在遇到一些不开心的病症的时候 其实不是立刻世界末日 因为现在科技真的越来越失业 健康蛋是希望一直追着这些 而将一些最新的科技 医学的科技 告诉大家 大家就去专科 我看健康蛋 是否假 那也是一件好事 大家可以 在这方面 你还有什么去补充给我们的健康蛋 最重要的一句 这个手术不是在实验阶段 正常是在采用的 只不过不是那么多人留意到有这个方法 你绝对不是白老鼠 不用怕 这个好了 这个我们听到关先生这么说 如果大家真的不觉意需要的话 其实你不是一个白老鼠 你其实是真正正接受专业的治疗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是吧 是 多谢你今天 谢谢关先生 如果这个 其实你说新不新 但其实都有40年 但好像很新的 光门未创手术做法 有什么问题 请大家留言 在这条片下 简单的我觉得也不会很简单 也需要你一幅 我希望如果有一些重要的留言 你需要回答的 我再请你上来和我们一起 谈一谈回答我们的观众好吗 好 谢谢 谢谢关先生 希望大家分享这条片出去 以及订阅我们的健康蛋 我们还有一个Apps 我们下一条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